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提这一点呢 因为今天来到现场的是在美国职棒创下许多第一记录的台湾球员 他包括在大联盟登板的左投手 他集出拳雷打 保有渗透记录参与职棒明星赛 那这些辉煌事迹也让他的手肘伤痕累累哦 我们欢迎在棒球领域写下不死鸟传奇的退役球员郭洪志 洪志好 大家好 我是郭洪志 你曾经说棒球生涯没有遗憾咯 在竹梦的过程中像过河阻止 哇 你真会讲累到没有快乐可言 那卸下球员身份已经四年了 你找回那些你曾经失去的快乐或生活了吗 其实还没有 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其实生活 现在退下来的生活跟我其实想象中的不一样 我一直以为我可以就是远离棒球 但其实现在退下来之后还是在棒球这条路上做不一样的事情 哦 好 这一段我们比较深一点的地方我们等一下后面来讲 所以其实你觉得你时间上面都还是没有休息到喘口气 就陪小孩的时间变多啦 但相对的负面情绪比较多 因为小孩多嘛 哦 另外一种劳动 另外一种 对 不一样的 人生有不同的体验啦 好 过去你在美光灯下的传奇 人生有很多的讨论跟报导了 我们今天就不特别讲 因为那是before 那我们今天来聊聊这四年沉淀中过程的感受 还有摆脱美光灯之后的after 你的第二人生 我们还是来聊一聊 一路关心你的球迷而问的 2000年到2004年 你的韧带重建了三次嘛 那2007年又为了取出手肘的碎骨 也动了第四次手术 2011年的旧伤复发又动第五次手术 开了这么多刀 虽然不用上场比赛了 可是这些伤对你的生活 不管是在心理或生理的层面上 有没有一些遗憾或后遗症 后遗症 其实现在就其实还是 手的状况还是会时好时坏啦 其实我在日常生活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但如果今天想要 就是陪一些小朋友 我现在有在带一些高中朋友打棒球嘛 就是高中小朋友 跟他们投球的话还是手还是会酸 酸而已嘛 不会说就是说 不会痛啊 因为现在测速 之前测速最快就是110而已 对啊 所以说会不会随着天气变人会酸 不会啦不会像今天比较冷 对啊但起来还好 提重物呢 提重也不会啊 因为我现在在做一些重量训练嘛 基本上也是在做一些负重的一些训练 所以还好提重物都不会 负重可以最重可以多重 多重就看天气呢 为什么要看天气 你刚刚说天气没影响 天气没影响啊 但天气如果比较比较凉 像今天比较凉 因为肚子比较合就可以 吃比较多就可以拿比较重 真的这样子吗 你是看你那个每天吃多少做多少 没有啦真的 真的有时候会跟情绪有关系 对 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就弄重一点 可以比较 释放压力 对 其实对我们来讲运动就是释放压力 对 运动是一个释放压力的方式 所以你除了负重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的 每天一定会做的训练 每天一定会做的训练 就没有啦 其实就陪小孩在家打打球 然后他们丢球啊 那个落差会不会很大 就以前就是 一直训练是训练 然后很多人这样子围绕着你 可是你现在有点好像是 归到平淡里面去了 你会不会心里面那个落差 有多久才调整过来啊 其实我从以前打球 就不是一个很 很去在乎旁边人的看法 其实以前会啦 就在球场上的时候会 但离开球场 其实我是蛮喜欢在家的一个人 对 所以其实现在的落差 对我来讲是 是我喜欢的这种 就是说比较 心里面能够平静一点的 然后比较不会说 好像有很多外界的压力要给你 对啊 因为其实我以前 在打球的时候 也比较没有什么 所谓的偶像包袱嘛 就是我们出去的时候 其实也不太会在乎形象 对啊 你没有偶像包袱吗 对我来讲还好 就是我出去 其实我还是蛮表现自己的一个人 对啊 不会说太刻意 好 那哪一次的伤后付出 或哪一段的历程 你现在看起来 现在自己回想起来 哇 那真的是蛮辛苦 你真的蛮厉害的 或是让你很有感到无力的 其实应该说是在大概第三次 开完刀之后 那时候真的是对未来比较没有想法了 就是不晓得到底应该怎么做 而且随着你每次开刀之后累积的一些 在附件的过程中 你会有很多负面想法嘛 那这些负面想法 有时候当你回到球场上的时候 你可能会产生其他不一样的因素 就会对自己更没有信心啊 然后更在乎你回来的时间 这段时间我觉得会比较 比较难熬一点点 尤其是你要花很多时间准备 在附件这件事情上 对 你要做很多的挑战 那个时候有想过说 好累哦 干脆就不要了 有吗 有啊 其实很早之前就 在第二次开刀 其实就 对自己就觉得好累 没有想要那么打球 但球最还是有给我薪水 对啊 你没有打就没有薪水 所以还是为了薪水打 多打几个月 所以其实第三次那次动手术 是不是让你情绪最低潮 而且花了最多力气走回来的 对因为这么讲 因为我从 我从99年跟美国队签约嘛 美国队签约之后 我到了2004年 这五年的期间 我才总共丢了42局 五年期间 然后中间又开了三次刀 又是两次的 所谓的韧带移植 所以对我来讲 那是一个蛮大的心路历程 尤其是五年 你都在国外 都没有办法回台湾 因为说回来台湾 要面对一些兵役的问题嘛 对所以没有像前两年 去的时候那么好玩 第一年去 你会像出国一样 开刀就开刀 没差 然后你休息时间也多 你可以去的地方也多 可是第二年第三年 真的又遇到 这些同样的问题之后 你一直重复的做附件 那是会比较辛苦的一件事情 你要去面对 对啊 那你怎么成的 就是说 譬如你总会有一个 我今天不想做了 好气哦 每天都做 怎么还是这样 不会啊 我们那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现在会比较乐天 也是我那段时间 看了很多综艺节目 因为我们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的网路 比较不发达 没有像现在的一些 就是你有手机 或干嘛 你上网就可以看 那时候就是要租那些录影带 我记得 所以我们那时候都会 从我住的地方 就是小联盟附近的地方 开一个多小时 去到那个花轮区 然后租那个综艺节目 录影带 然后会来看 那时候有什么 都无纵线的啊 嗯 姑姑 我忘记名字 我忘记节目的名字 就一整套一整套 住回来看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啊 就会一整套 住回来 然后看一看 笑一笑 所以那时间就是在家里 还是在哪里做附件 然后看综艺节目这样子 因为其实 我们附件时间很短 嗯 因为它其实 同时间开到人多 其实附件是只有一个 尤其在小联盟 你资源没有那么 充足的情况下 你基本上都是排好时间 然后时间到了 他就去帮下一个人做治疗 所以你其实要花蛮多 就像我因为是开了第二次第三次 我比较知道那个流程 我会从那时候开始养成 提早到秋档的习惯 然后就又花一些时间 留下来做多余的一些附件 我觉得习惯也是从那时候 也开始养起来的 应该是说第三次是一个关键 前面两次你都还觉得 没关系你年轻 或者说你还有一点点就是 比较没有想到后面的 这么多的状况 那第三次让你就是觉得 自己可能恐怕这样继续下去 会担心嘛对不对 会有一些那个感觉到说 紧张啊对未来的不确定 那我们有位记者同仁 他以前在球场上访问你 他现在是中央社洛杉矶的 特派员叫林洪翰 你记得他吗 不记得名字 但应该记得长相 他说你一定不记得他 真的吗 我就说好我帮你问 你记不记得他 果然你不记得人家 我对名字比较不熟悉 他很爱棒球 那前几天 因为要访问你前几天 和他聊到你了 这一题是他以一个 球迷的角度贡献的 他说你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他说你是他看过 非常融入美国社会的球员 那他觉得你在美国待了14年 可是你回到台湾 现在也差不多9年了 那他会想知道 你觉得这两种环境里面打球 或者是生活你的视野 或是你的体验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蛮大不同的 其实像在国外 像对我们来讲 是他的大域比较好 所谓大域就是说 他给你的梦想比较远一点 就是你真正成功的时候 你可以得到的一些回馈是比较大的 所以相对的你在追梦的这个过程中 你愿意多一点点付出 就是可能多花一些时间 或多花一些金钱 去想办法让你达到这个梦想 那可在台湾 因为他的成功的一些回报率 可能没有那么多 所以相对的你可能在这段路程中 你就会对自己比较保留一点点 对就是可能你投入的心血 不会到那么多这样子 但是两方面对我来讲是最大的差别 你是说在球场上吗对不对 对在追梦这段时间 那生活中呢 你觉得生活里面呢 在生活里面当然是台湾方便很多 因为像只有我们在 在国外的话就只有我跟我老婆 对然后基本上就是 每天就是两人世界 当然因为在国外 我们一个月才休息一天 几乎都是在工作 对啊所以我们几乎的休息日 也都是移动日 除了球季之后的那几个月时间嘛 那在台湾的话 就是你每天都可以回家 然后最主要是可以 其实当初回来台湾最大的一个原因 也是因为想要让就是家人 可以真正在现场 或是一些喜欢我的球 也在现场可以看到我投球这样子 对 你说在美国你可以看到比较大的愿景 在台湾这边 可能这个愿景没有这么大 那你心里面那时候回来的时候 会有一些落差 或有一些感觉不太适应吗 其实不会 因为在国外我们也习惯 就是那么多人在看嘛 那台湾是 其实我们以前在打中华队的时候 就很享受在打中华队 为台湾 真光的这个荣耀里面 所以当我回来台湾的时候 可以享受每一场在场边 有台湾人为你的加油声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因为在我们之前在国外 比较少听到这些语言 都是帮美国球员或其他的 就是他讲也是讲英文嘛 对那台湾就会比较 比较有乡土味 还是会有影响就对了 会有影响 而且对啊 其实也是钱多的原因 好啦那环境这样子的转换 你觉得就一下美国 一下台湾的美国这样子 然后在台湾 那有没有让你觉得 自己有比别人多具备了哪些特质 其实因为对我来讲 我从小到大就 不是一个天分算好的人 运气也不好 这么说好 所以对 所以其实我做了很多事情 都是要自己去摸索 但相对因为 因为这个特质让我的经验 比别人多很多 包含受伤啊 包含一些附件的一些过程 所以对我来讲 我觉得像这一块 我就可以用比较多的经验 去累积更多的学习这样 所以其实你觉得如果 就是说 这个习惯也带来你现在的生活里面吗 对啊 就会变成我现在在做每件事情 我就不太会去半途而废 因为我觉得是经验的累积 跟学习的一种 尤其对我来讲 我们常常比喻说 像学习就是像在修理摩托车 你需要很多工具嘛 对那你在每一个 每一个路上 每一个跌倒的过程中 它都是给你不一样的工具 让你去把这个摩托车修好 那我现在就是累积我的工具 所以等我有一天 我真正想要去修一台摩托车的时候 我有很多工具可以去修好它 你就把每一个这样磨练的过程 当作是在累积你的工具 对 我们现在看那个 回望过去那个 三十年的球员生活啊 那种高强度节奏的训练 跟奔波的日子 好 你觉得当一个top的球员 必须要付出什么 然后可是你可以得到什么 然后又会失去什么 其实我觉得当一个职业球员 基本上你要面对就是你的时间 你没有办法花费很多的个人时间 做你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你的所有时间都会绑在球场上 那对可能你比较不了解的一些人来说 他们觉得打球就是很简单 你就上场投球 然后比赛的过程 不管好或不好 你就自己成熟 但其实对我们来讲 球场上的表现反而是最简单的 而是说你怎么准备 让自己可以维持在这个状况 而且随时可以让自己的身体维持到 可以上场比赛 我觉得这要花很多的时间跟心理 然后包含是像我们在球季 结束之后 其实你的时间表是很满的 就是你在哪一段时间点 应该做些什么 体能啊 肌力训练啊 球场上的训练啊 这些都要有一系列的安排 所以基本上你只要 真的想要成为职业球员的话 你的时间是很固定的 你没有额外的私人时间 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圈他在退休之后 他会选择自己想要过的生活 就像我现在可能自己喜欢做中央训练 喜欢钓鱼 喜欢露营 这些都是我在球员当中 我没有办法去尝试的 对 你会觉得这样你好像少了很多东西吗 比如说跟朋友或是跟的一些 还是你没有朋友 有啦还是有一两个朋友啦 但相对你 你如果付出的东西多 他给你的回报越多嘛 对就像我们现在可能在 在球场上你取得某一些成绩之后 你可以在你以后的日子里面 可以去跟人家分享 然后我也可以像跟我小孩说 他们知道 像我现在出去有时候 人家说叫我签名啊 他会说你爸爸你在干嘛 为什么大家知道你签名 那就可以放一些影片 很骄傲的跟他们说 我以前是干嘛的 当然就是放好的影片 所以要获得好成绩就要牺牲 就会失去你的个人的时间 对不对 然后你就可以得到一些 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回馈 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举一个例子 在你的这整个路程里面 有没有一两个借近 就是说让你看到 他们其实没有撑到最后 或者是说 他们其实用了什么样 更多的力气去 让你觉得 我应该要这样子 有没有这样一两个可以 就是让你 其实像我们之前在国外 打球送蛮多小联盟球员 他们都是千金也低 然后可能 可能真的天分也没有那么的好 但他们都是为了一个梦想 在追逐 其实像我们在一起打球的时候 我们都会互相鼓励 就是会用很多的方式 就是比方说 你教我怎么投球啊 我教你怎么打击啊 然后我觉得中间这个过程 会让你在打球这段期间里面 你得到更多的回馈 我觉得说像这段时间来做的话 我觉得像有一些多米家的棒球员 他们会像我们之前在受伤的时候 他们就会给我们一些 一些按摩油啊 一些什么都是他妈妈带来的什么 很有用啊 好贴心啊 我们就用台湾的万金油帮他推嘛 对啊 其实我觉得在这段过程中 是很感动的 就是说互相打气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其实他像 我不知道像外国人他们的那个体龄啊 或是说有没有比亚洲人还要长一点 就是说他们可以打球的那个年龄 还是差不多 应该差不多吧 我觉得是他们在国小 甚至国中这个阶段 他们比较不会像台湾这么是 你就是打棒球 你就是棒球学员 那对他们来讲 他们可能是你接触多用要的运动 不管是篮球足球 但你到了高中之后 你才真正选择一个 比较适合你的运动去做发展这样 所以那时候你那么早 那个国小就打了嘛 对不对 对 蛮辛苦的 对 好 那这是以前过去 我们回顾了一下你过去 然后到现在 接下来我们要来以你的视角 看看现在运动市场的转变 2000年网络开始活络的时候 你在美国 那当时台湾有许多产业 其实面临数位化的挑战 然后几年又遇上泡沫化危机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人转型成功 有人转型失败 然后接着又有国际化的风潮 全球的贸易跟资源 还有资讯更流通 现在更是踏进串流 跟元宇宙的时代 我们来想一想 这些大趋势 对于身处运动圈当球员的你 你有感觉到在市场面或产业面 一些周遭人事物环境的变化 有没有比较明显的事件或时刻 因为其实像我们以前训练的一些方向 我们以球员的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以前训练的原则 都会来自于土法炼钢 就是你个人的认识 就是你做比别人多 你得到比别人强 但其实现在有更有效率的一些方式 因为随着网络的发达 你可以得到的资讯越多 所以你可以得到更有效的方式去做训练 这是一件好事 但也相对的越来越多网络的资讯 把一些简单的原则带进来 就觉得他们可能会示范着某种训练 是让你说 其实你可以不用那么的累 你可以用三个月时间让你的训练变好 三个月时间让你球速变快 但其实那个也有好有坏 就比你失去了所谓的土法炼钢 所以我们觉得说训练的原则 还是要建立在于 你花了多少的信心 但你从中间得到更快速的方式 去做训练 所以对我们来讲 其实网络的发展 对我们的球员来说是一件好事 因为它会让你的学习经验更多 然后也会让这个 在你的训练的效果下 会更有效率一点点 但它不会变也是一种挑战吗 等于说 好像有很多方式 你刚刚讲的是一个训练的方式 那会不会变成说 因为很多 你连很多时候都被要被人家盯着 盯着看 等于说网络 手机随手可拍 把你的状况 po上网 或者说你除了是个球员之外 你还要是一个网红 或者是KOL 这样子 这个有造成影响吗 或者说大家 不去现场看了 大家从网络上面看球赛 会这些对你们有影响吗 其实对我们来说 如果你真的到球场上 感觉那种气氛 还是从网络上是得不到的啦 但相对的 因为你是公众人物 所以你出去的一些方式 就是你呈现出来的一些效果 你一定要还是要 还是要以身作者嘛 对我们来讲 就是其实 你身为一个公众人物 你要做的一些东西 你要比较正面一点点 你不能在 在私底下去做一些 比较不好的表现这样 你2000几年那时候 其实就大家也都认识你 但你出去不会像 现在这样随便都有人拍你 可是现在你出去 在路上可能有人看到 哎哟 那好像是光这首脑就拍你 会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落差 以前 以前也没有名啊 以前在国外的时候 其实也还好 回到台湾 回到台湾比较多人拍 但那时候因为 也比较怕嘛 所以人家也认不出来 有这样子吗 没有被 没有人 回到台湾之后 没有人就是说 哎 郭王志文 我可以跟你拍照吗 你有遇过这样吗 有啊 有遇过啊 就是跟他们拍啊 其实就像我讲的 其实我对 我没有什么偶像包袱 我出去穿短裤啊 或是头发没有整理 或是比较胖的时候 你都会这样 都没差啊 因为他们会认得出来的 因为其实我的球迷 80%都是男性 可能是长相的关系嘛 对 所以 所以比较没有偶抱的 有没有遇到一些 比较有趣的例子 你现在还记得 找你拍照的 或是说 那个 当你 那个 认出你的时候 时刻比较 其实像我们在南部 南部比较热情 南部几乎都是认出来 就请你吃饭 真的啊 对 所以其实你说 你说我们之前 就是说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们出去 老板就会说 你是供智 那我请你吃饭 你今天要换求我 他就是会很热情的招待你 对 没有叫一个人去吃饭 变成一桌吃饭 会啊 他们就是变成是 本来是我带 可能我带家人去吃饭 然后他们就会 约我去每一桌 这样子 跟他们吃一下 聊天一下 对啊 就你打通关了 这样整场 对啊 有点像每次出去 出去都是像聚会一样 真的 可是你心里还蛮喜欢这样的 对啊 我觉得看场合啦 我们在谈谈 其实如果你 你不要有一些太 就是还是有一些 喝酒的场所的话 对 我们就会比较小心一点点 对 好 那以前的 球星跟球迷互动 是在球场 或者靠办活动吗 那现在科技改变 人与人交往的模式 很多人会直播 开粉专 用IG 还有短影片 增加曝光度跟人气 我有看到你的影片哦 那这两年又有遇到疫情 你觉得这个会改变 或影响球员这一行的样貌吗 嗯 我觉得会哦 还是多少会一些 我觉得现在 现在最主要的是 球员还是本身 他有一些 经营的一些 自己的个人特殊魅力啦 对 因为现在大家在觉得 不是只有你在球场上的表现 但你的外表 你的个性 你的 你的谈吐 当然都会成为 因为现在的 我们的球迷越来越年轻化嘛 现在跟以前那个时代不一样 而且他看棒球可能 他真的很懂棒球 那现在的球迷 有些他对棒球可能 没有那么理解 他只是觉得你是一个偶像 他们想要去追逐 或者说他喜欢你对某些事情的态度 表现 对 所以相对的你就是要 要藉由这些展现你的某些个人特质出来 哦 你好聪明 你知道是个人特质 不是说特别的什么 对 因为有的人他拍可能就是 只是拍一些网美照嘛 但你知道是个人特质 所以你有经营什么 没有啦 其实我也没有特别在经营 有想要去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 因为我们现在在做一些 教导高中 或是国中的一些棒球训练嘛 但这其实就会比较单调 比较无聊 所以其实也比较没有多人 那么在乎 或那么的特别去看这些东西 所以我们在想说 如果我们加一些 比较不一样的元素进去 看会不会产生不一样的 火花出来 让更多人去关注我们这样 所以你现在自己没有个人IG 或是个人的 有IG啊 有IG 我们现在在做健身房 就是会把健身房跟IG连在一起嘛 就是我平常在做一些训练的影片 会在IG上呈现 然后会去跟一些 跟一些 所谓的重要训练去做一些结合 那你觉得以后球员会到 元宇宙去打球吗 不知道 这其实蛮多想象空间 对啊 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去 真的吗 好好好 我们知道很多运动员 其实不只光靠表现好 或是参与那几场比赛 就能够支付所有的开销啊 因为训练要钱 医疗要钱 复健要钱 心理智商要钱 公共经济关系这个东西 你也要上课程嘛 对不对 还要 也要付账单 所以需要有代言或付业吗 那这些年来 你除了打球 有做过 或想做还没做什么投资或付业 其实一直蛮想要 去做 旅游这一块 旅游 真的吗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蛮喜欢 去外面尝试新的东西 像我们以前蛮常看到一些节目 是带人家出去外面钓鱼 或带人家出去吃饭 或是带人家去介绍 台湾不一样 美丽的地方嘛 对 其实 一直蛮想要做这一块的 你有曾经去撞游 或者说你曾经跑去哪里 有去那个 long stay过吗 还是说你有做过这样子的自己一个 不然怎么会让你有这样的观点 其实现在慢慢在尝试 只是之前在国外我们去的地方都比较偏僻嘛 就是在小联盟的时候 其实我们去的地方都是 你其实也讲不出来的名字 就是一个很乡下的地方 那我们去的地方比赛就很单纯的待在那边 但我觉得那边风景很漂亮 你会自己出去走一走吗 我们会让我们其实每一个到每一个地点都会都有时间嘛 所以就是你可能到那边的时候 你可能到隔天早上才有比赛 你就会趁着隔天早上起床的时间去附近走一走 这么多地方 有没有哪一个都到你现在还特别去 哇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秘境啊 那时候好漂亮 或很棒 我觉得那个我们之前去那个North Carolina 在那边别卡那边的时候 那边风景是真的很漂亮 对那边就是你随地都可以看得到山跟水 那对我来讲就是很像台湾那种乡下的感觉 对所以我们现在在台湾也是 像我现在喜欢录影嘛 所以我就会常常找一些地方是可以让 让这种感觉感受再回来的 你是会去那些一般游客的热游点啊 名胜古迹还是你会自己想去找秘境 都会找秘境耶 但一开始刚接触也是会跟着大家走 对啊 但其实我也蛮 我不是那么喜欢那么多人的地方 对 上次我们有一个来宾有讲 你应该是嘉宜有酒厂吗 酒厂吗 对 酒厂也不错啊 我们台湾自己有酿酒哦 你知道啊 对啊 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棒的地方 就是你每个地方其实 去到每一个地方 你就会感到那边地方的人情味 对啊 那你现在有走了哪些秘境 还是才刚开始 才刚开始 这两年才刚接触就是户外 就是随着秋元身份退下来嘛 然后前两年还是在 尽量在做一些棒球的回馈 对那这两年比较有一些时间安排出来之后 就是带小孩出去走一走 哦 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心理的历程 就是说你前两年其实你也是要先习惯那个 慢慢慢慢的一个往后往后往后的一个过程嘛 你现在心里面有比较轻松一点的吗 现在比较知道自己真正要什么 因为刚退下来说是就突然整个人生少了一个重心嘛 因为从我们开始真正有几年以来就几乎跟棒球有关联 对啊然后也一直在在球场上打拼 不管是为了薪水为了待遇为了自己的成绩 都一直在拼拼拼 然后真正像2018年结束之后退下来是真的 突然少了一个重心不知道干嘛 对啊所以你就慢慢去找出一个兴趣嘛 对就前两年还是跟做一些棒球相关的东西 然后可能今年开始喜欢上露营嘛 就是找一些台湾比较没有人去过的地方 然后去走一走去拍一些照片这样 拍照片的是用来 你有拍影片吗 我影片也有照片也有 你会想要比如说拍上传到YouTube 或是集结成册之类的吗 可能以后到过一阵子吧 对因为自己对这个也没有那么内行 其实就是单纯的看到一些照片就拍 尤其因为之前看到建民有那个有那个照片展嘛 就觉得他拍到技术怎么那么好 哦他刺激想说我 对啊所以就私下问他 问他怎么去拍照嘛对 然后他就说其实不是拍到技术好是器材设备好 哈哈哈哈那你有买吗你买哪一台 蛤我买Sony的 嗯你买什么什么型号的 我也不知道那个叫什么FX3还是什么 然后是单眼相机 对那个我还在研究还在研究 对啊其实到最后你都是放在车上啊 你还是出去的地方就手机就还是手机方便 你手机拍的比那个好啊 手机比较方便对啊 其实现在手机画数也差不多 只不过那个长镜头短镜头他可能有一个层次感 或是他可以帮你那个做的 不好像现在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好像也可以做那个效果 对啊可是我们当我们出去都是带一大堆小孩的时候 其实你也没有真的很大的心思在 对啊画在拍照上面 就是想要叫他们站好就 所以现在其实我跟人家拍照的时候我很有耐心 因为我知道说其实当你要叫人家站好拍照的时候 是很不简单的一件事情 那你之前退役的时候受访的时候有说过想念书当受益 后来这件事有实践吗 没有呢就没时间 你有比较喜欢动物是不是 其实我蛮喜欢动物的 嗯 但我觉得这个也也很难说 说明过两年之后可能又想要做不一样的事情就会去尝试 但他会是在我人生的一个目标里面 等于说你现在会不会还是在一个探索的过程啊 就是 其实蛮像的 因为其实就像我讲的 我可能花了人生的前38年 一直在做棒球这件事情 嗯 但结束之后你也突然少了一个重心 那可能这段时间你也需要一些时间来跟 退下来的东西做一些连结 所以我还是慢慢的在找我的兴趣啦 嗯 就真正的兴趣 其实你现在应该就是算那种 当初社会二十几岁的小朋友 然后在那个重新开始在摸索 说我想要做这个看看可不可以 做那个看看可不可以 这样子 对啊 因为以前棒球其实很简单嘛 嗯 然后其实旁边的事情也很多 也很多人在帮忙 嗯 对啊 所以你其实你要做的东西很简单 就是把球打好而已 嗯 那现在推下来之后就是有很多东西你要自己去去摸索 对啊 然后从中间去发展不一样的兴趣 哪一块你会觉得你自己比较碰触 你说在摸索不管是生活上的还是什么样 你会觉得他其实是 啊原来以前 Jesse都有帮忙 或者说他原来以前这个事情不是这么简单 你有没有这样觉得 我觉得就人跟人的相处吧 对因为像我们现在 呃在做健身产业嘛 然后运动训练这一块就是会跟很多人接触 就不管是球员 然后是家长 然后这些是我们以前比较没有遇到 以前都会透过一些朋友或经纪人 他们就会直接把事情都谈好 嗯 然后到我们这边就是其实都已经办完成了 但我们现在就是在摸索阶段 就是跟这些人在对谈 你要先先了解他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从人跟人之间的交谈中 去了解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我觉得还蛮还蛮有趣的是一个挑战 你以前在当球员的时候 会排斥跟人这么近的认识或沟通吗 其实不会啊 但但球员就是你 你还会比较小心自己的言行举止嘛 因为你有些讲出来的东西 或是你可能没有那些意义被人家放大了不好 那对我们现在来讲是就还好 因为我们已经不在所谓的公众人物这一块 职业球场上 对所以我们可能讲出来的一些东西 会让大家去慢慢接受 而不是针对性的去让人家放大 那你刚开始跟人家沟通 会就结巴这样 或者是说我不知道讲什么话 会有一点还是会 对啊 但现在也慢慢的变成是像在聊天 对所以以前当过据点王 会啊以前人家问我一些问题 我可能不知道怎么回答 那你懂吧 懂吧你就 就这样啊 也没办法 据点王多久 也还好呢 半年吧 半年就慢慢顺了 对慢慢顺了 以前都会就是不知道干嘛 那他问一些问题 你就可能不知道怎么回答 你就停了 那你怎么去让你说话技巧更好 看电视还是 也没有 我觉得就多聊天 然后看书一定有帮助 现在其实会想要就是找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来看看书 看什么书 就各行各类的书都可以 如何让人对你印象深刻 也没有那么夸张啊 不用啦 你要让人家印象深刻也很简单 你就在一个公共场合把衣服脱掉 人家就会对你印象深刻 好 就拿下次宣传的点子 可以 可以 好 那个 因为你2018年退役以后啊 到今年再开店 虽然你去年就开始筹设嘛 但是当球员跟训练 毕竟跟开店训练球员不一样 这中间让你下定决心要做这件事的关键是什么 我觉得我不做 不知道自己要干嘛 所以就像我现在在做的是 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很真正的把一件事情 我不是那种人 就是我会把一件事情 全部都规划好之后才会去实现 我是一个喜欢尝试的人 所以对我们来讲 就算开第二间 所谓的健身房 对我们来讲其实没有太多的时间 就刚好有一个地点 感觉不错 因为我们之前的地方是比较在市中心嘛 那我们现在的第二间点 因为他刚好楼上是在做一些棒球训练的 然后做一些实验的 就是帮你测速啊 看一些拖球角度嘛 那我们一直在介绍这一块 就是有很多球员问我说他们 为什么我这么容易受伤 那其实我一直在研究这个问题 为什么这么容易受伤 但我为什么每次都回得来 为什么球出来可以这么快 然后现在有一些就是网路的发现啊 然后一些角度的分析啊 然后有一些仪器这样子 刚好去那边觉得好像还不错 然后第二天我就在楼下租了一间 你行动这么快 可是你不是那个巨蝎狮子中间的那个星座 对啊 所以我老婆觉得我很傻 你自己算你自己是哪一个 你自己把你自己归类在哪一个星座 我觉得我比较像巨蝎 真的吗 因为我喜欢待在家 其实我不喜欢出去外面就是 无目的地跑 但我喜欢跑去户外 但是带着家人跑 所以巨蝎 你这样的性格是 我要马就没有看到 要看到我就决定了 就这样 马上决定了 就不会去想 你不会去计划那么多 你不会去计划算 我大概三年时间要做 三个月时间要做什么 六个月要回本 要干嘛干嘛 所以我其实没有办法去真正去算 这些东西 所以跟我之前是球员身份有关 我们不喜欢去看太细的东西 我们只知道说做就对了 你做才会有回馈 对啊 所以对我们来讲 我们现在在做一些事业也是这样子 就是反正先做嘛 不行就不行啊 就跟失败就跟开刀一样嘛 你从中间只要学到一些工具 那我觉得都是我累积一些经验的效果啦 所以现在其实你就是先靠尝试 然后不断的尝试跟做 然后去累积一个到你一个 你最适合你的方向 或是最适合你的方式 对啊 因为其实我们跟很多人在聊天的情况下 我们又发现发现说 大家都会先要求回报 才愿意付出 那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些问题就是 如果我们先要求回报再去做付出 我们时间会拖很久 然后可能也失去了你做这件事情的目的 那所以我们都决定先付出 不管他有多少回报 这是在疫情这个时间点开 不会毛毛的吗 其实我也觉得蛮后悔的 但都做了 但都做了 那你花了多久时间才真正克服退役 后对棒球这个复杂的心情 其实我觉得棒球已经不会离开我了啦 只是我要花什么样的时间在这个身上 所以以前我们就像我之前讲的 我们在修行生态 我可能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我会有二十个小时都花在棒球身上 包含睡觉啊 你干嘛的 你都会想明天的比赛 明天的状况 明天要做些什么嘛 那现在可能一天 大概就会花三到四个小时 想一想 要怎么帮人家做训练啊 怎么帮人家做调整 或是一个 因为我现在遇到蛮多 因为现在有在做 像网路越来越发达嘛 有在做IG 有在做脸书 然后就会 不定期的收到一些讯息 所以人家会可能发一个影片给我 你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 我动作哪里有什么问题啊 干嘛的 我说好 我就帮你看一看 然后就从中间觉得 奇怪怎么会这样 要怎么帮他做修正 对啊 所以我觉得现在花在棒球时间上 会比较少 跟之前的 状况是不一样的 两个问题 就是说一个 其实你刚开始离开的时候 是心情比较沉重的 然后压力很大的 然后比较会觉得 那是一个三十年的重担嘛 那你现在其实你已经可以 变成反过来去把这些三十年 你本来以为是重担的东西 拿来去作为一个力量 去分享给其他人 对 这是花了多少时间 应该是说我在刚 要决定脱下 球衣的时候 我会觉得 我一直觉得说 这是一个很轻松的过程 因为我终于可以 不用再去做这么多的 事情准备在球场上 但反而是 当你脱下球衣之后 你会面临到更多 不一样的挑战 你要怎么 安排你接下来的时间 你要怎么安排你 接下来的 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 反而是脱下球衣之后 我得到的 比我在球上得到的更多 对 没有那种 就是说 或者是 有的人会觉得 有点后悔 我想再回去打 或者是说 怎么办 我突然觉得 我不知道要干嘛 的那个时期 有啊 就当刚刚脱下球衣的时候 然后现在有偶尔 也是会想说 要不要再试看看 有时候看人家投球 或是干嘛 觉得自己好像还可以 结果投了几下 不行 手还是会痛 对 那你为什么那么容易受伤 有研究出来吗 其实我有 开始慢慢的发现 是因为 因为我本身 比较不容易 不认输 不认输 我喜欢去做挑战 但有时候挑战不一定 不见得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们常常现在 在做一些训练的时候 也跟球员讲说 你是要勇于挑战 但是要在一个 对的时间点挑战 如果你今天的状况 可能还没有到很好 你今天只能做 可能做50公尺的头 头指的话 但你就硬要去挑战100公尺 那不是勇于挑战 那是笨蛋 所以你做了很多 所以我在很多 对 我在球员生涯的时候 做了很多是笨蛋 但因为有我们这些笨蛋的产生 才会有后面 多那么多的医学例子 所以我们现在蛮常去 帮一些医院 做一些演讲 就是跟他们讲说 为什么所谓的运动伤害 是怎么产生的 所以那你之后 现在第二人生 不要再做笨蛋 可是刚刚讲的第二间店 也算一个笨蛋 也是先开了再说 2015年的时候 你成立了斯伯森运动会馆 那是专门做健身的 对 因为一开始只是很单纯的 是回来台湾了嘛 然后找不到地方做训练 然后就想说 不然自己开一间 然后也可以 除了自己可以训练之外 也可以让更多的人去 学到这一块 对 那2018年退役之后 再开了外国人运动生活美学馆 为什么要叫外国人运动生活美学馆 因为那时候就取名字嘛 然后就想说 想要让更多人可以了解 国外怎么做训练 对 所以想说外国人 好像不错 所以你这个电视setting 在设定给专业 就是说要去做这样训练的人 一般人想要玩不行 一般人想要玩也可以 所以我觉得我们也其实一直在找我们 现在做这件事情的定点 对 其实我们还 对我们来讲 就是反正先做了再说嘛 反正有个地方有个点 大家想要来 想要来参与 你想要来玩 也可以 因为我们现在在做运动营养 我们在做高蛋白饮品嘛 对 我们也可以借由这些地方 叫人家做一些训练 然后给人家一些 运动饮食的一些观念 现在大部分来的都是专业求援 对不对 因为我们才刚开三个月 对 所以 现在来的是属于 对 球员居多 但我们现在就是慢慢的想要 让一些 不管是国中啊 高中小学或是大学 他们对这个棒球运动 是很有兴趣的 但他们没有 没有额外的场地 没有额外的时间 去做练习的时候 也欢迎他们来召我们 这样 所以你可以主动去跟学校合作啊 我们有在谈啊 但就像我讲的 我们还在学习嘛 我还在学习人跟人之间的沟通 对 开门做生意很多事情要自己来哦 讲讲你 比如说开这间店 他过程里面 你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人员啊 人员的一些规划嘛 对啊 因为 自己的店 就是自己在做 就不含清洁打扫这些东西 你自己还会看得比较细嘛 对那你 你跟人之间的沟通 就是跟员工这些 这些沟通的方式 还是要去做一个交流啦 对所以人是最辛苦的 哪哪哪哪 比如说像什么样的沟通上面 有没有什么例子 就是说 嗯你觉得啊 我怎么 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讲好 还是说这个 什么地方你困扰这样子 有啊 有时候像 像有时候我们在做清洁好了 清洁我会觉得说 像每天早上起来 我们如果比方说 我们九点开门 我觉得 以我的感觉是 我九点要 要上班 我八点半 提早去把场地整理好 对我来讲是一个 很舒服的事情 但其实不是 就是 球场上的一些认知 不能用到 职场上 因为在我们球场上就是 反正教练付你薪水 他是要你球场上的表现嘛 但你球场上的表现出来之前 你要做很多的准备动作 让球场上的表现出来 但职场上不是这样 职场上是 你几点开始就是做什么事情 所以花了一段时间去 适应这些 对 因为一般工作 他是算 那个几点到几点 但是因为为了像 像做运动员 或者像我们 可能做什么工作 我们没有下班时间 对啊 所以球员相对 他也是辛苦啊 对啊 好 那 我看你的 那个影片里面 你的外国人运动生活 美学馆场地很大 装潢也花了不少钱 设计也是 你还发心思开发植物性高蛋白 饮品 那在合作 研发跟要update 这些专业的训练课程 哪一块最难 你有没有碰壁的 有啊 其实你看像训练跟 包含研发这些 植物性高蛋白 其实都是 像我讲的就是经验 学工具 然后你每年事情都是 都是要花很多的心事去做 然后包含像在做训练 我们也是要针对说 这个训练对这个球员 他是不是有用的 对这个阶段的学生 这个年纪的球员 他来讲是不是有用的 就是你要经过很多的 反复的测试跟练习 然后使用在自己身上 所以今天对我们来讲 训练不是单纯的 开课表而已 就我今天如果 拍一个训练课表 我自己要先去完成 然后才会知道说 我自己做起来的感受度 放在别人身上 他有没有差别 所以训练这一块 是让你觉得比较辛苦的 很辛苦啊 其实训练很辛苦 有没有碰壁 就是讲挫折的过程 就是说 比如说 没有一开始就成的这样子 很多 其实我们现在在 在做一些训练里面 就是你会 你看会碰到一个学生 他来 你想要他做一些 头球的动作 他做不出来 或者他想要 做一个很简单的深蹲 他感受不到 你想要他感受度的 感觉 你就要花很多时间 去研究 为什么 我是跟一些训练师在沟通 你要让他知道说 你想要做这个东西 跟他做的东西 是不是一样 做一些交流 我讲一个人 就要花很多时间 对啊 所以其实花费的时间 但这个是会经验累积啦 就经验累积 可能我一开始 我找不到重点 但所以我做了十个 二十个 三十个之后 可能你现在来 我已经有三四十套方法 我大概知道你属于哪一种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也是 做这个开始 学习到的经验 所以你现在已经有三四十套方法 可以那一个 不止了啊 现在遇到的 对啊 现在你有几套方法 现在几百套的有了 真的吗 几百套 对啊 几百套有了 所以你现在就是 谁来你都可以 可以就是帮他训练 对因为有些人来之间 要聊天嘛 你们就是说训练 要先电话聊天 对啊 你就会了解 你跟他聊天的过程中 你会大概知道 他是什么样个性的人 他适合怎么样的训练 因为 比方说 五公斤对我来讲 是很轻 对人来讲 是比较重的负担嘛 那你就不会把这个东西 加在他的身上 哇 这一套还蛮完整 那我们来顺一下流程 你知道有个人要来 你会先做背景功课 然后再打电话 跟他聊天 聊天了以后 要先见面吗 会啊 我们第一次都会见面 见面先不训练 还是就先训练了 第一次就会安排一些时间 就可能在训练的过程 的前面 你先安排时间 跟他聊一聊 聊一聊你就会知道 他想不想做这次训练嘛 所以基本上 他如果对这块 是没有那么大的兴趣的话 你就要改变方式 可是他基本上 他来找你 他也是想要得到一些回馈嘛 对 这有点就有点就有点也很像一个就是约会的过程 有有点像 就是培养感情 就还要那个match到对不对 对啊 好 那提一提比较好玩的地方 就是新闻里面说你跟王剑民一起练头哦 你们两个谁比较厉害 他啊 当然是他 为什么 他比较简单 你看他在他的生涯里面 获得这么多的 多的奖项 对啊 他当然比较厉害 而且他的升卡球是 摸了就可以丢了嘛 摸了就可以丢 啊你现在 我没办法 我升卡球 在我职业生涯里面 也尝试了大概20年 还没有丢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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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不好现在你放轻松 没有要比赛了 多丢几次就丢出来了 有可能啊 但不能比赛用啊 就没有办法 那你想培育更多的林振伟们 会想当教练 还是有其他更大的目标 比如说你进军到 带着你的 呃 呃 那个训练出来的一些球员 去奥运哦 或者是说去别的队伍哦 会有这样子的想法吗 其实 对我们来讲 就是所谓培养更多林振伟们 就是希望他以后 哦 不管我们培养出来 他是可以在国外 或是在台湾 嗯 然后在这个产业里面得到他的一席之地 然后他可以 可以知道说我们曾经过训练过他们 因为对我们来讲就是 像我跟建敏常常在聊这一块 他其实对这个训练这一块也很有兴趣 就是说在我们那个阶段我们得到的资讯比较少嘛 嗯 然后我们很多事情就是其实如果我们可以重新再来一次有现在这些资讯跟现在这些观念的话 说不定我们会更强 说不定我们可以打得更久 所以我们就尽量把自己走过的路尽量不要再让别人去重复走一次 我可以提供他们更有效率的方向 然后更有效率的一些训练方式 让他们可以达到自己想要达到的人这样子 下次你们来这边聊啦 也可以啦 也可以跟他聊一聊 好 那你又是怎么样协助胡金龙训练的 其实他一般的职业来我们这边 其实我们就是以他为主啦 就是职业球我们还是尽量不要去打扰他们嘛 对啊 就是给他们一些空间 然后他们想要来 不管是要帮他们叫外卖啊 叫吃的啊 就像这样 准备喝的 所以他来你这边用器材 你不会特别主动去跟他说 哎你要怎么样 除非他来请教你 除非啦 因为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不要去打扰球员嘛 因为我们之前以前是球员的时候 我们不希望我们也在训练的时候 不希望别人来打扰我们 对 所以那边空间很大 然后也很有一个就是各自的空间 空间大 空间大 因为没有人去嘛 所以空间当然大 可是你你那球 你那店有门槛啊 就像我如果什么都不会 我只是想要去挥一挥一球 我看哎 好像很新奇进去 其实也可以当做一个那个景点 对不对 你没有很多 我看你有很多收集 对啊可以啊 我们其实 其实那边我们其实也没有 也没有真正对话 我们就踩预约制嘛 对啊 所以不是可以走过去看 哇好多东西进去参观一下 可以啊可以进去参观啊 打电话就可以啦 哦就是要先打电话 打电话 要买门票吗 不用票 我们那边也不收费 那你会在那边当人行李牌给大家拍照 我也我也不会长时间待在那边 你都是有训练才会过去啦 对 好 所以你现在算运动员还是健身教练 还是说你算老板 商人 我都还在学习 对啊 算过期的艺人 没有 你有当艺人过吗 对我们来讲 这是表演的一种嘛 你把自己的 自己会的东西展现出来 对 那运动健身这一块 会是你过去经验的延续 还是你会对自己是你未来的新的期待 我就想把我过去的一些经验延续下来 然后变成是我未来的一些努力的方向 希望把这些更多的一些训练方向 带给更多的人 对 好 那你走了这么长的一段职棒球员路 然后你的直至现在踏上相似的旅程 我知道你说没有遗憾的啦 可是如果以自己自身的经验 你有什么建议可以给职棒 对职棒有梦的年轻一代 或者是正在其中挣扎的终身代 我其实我们常常跟球员在讲说 要珍惜当下 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说 什么时候会没有工作吗 以前我们在国外的时候 这一块是真的很明显 就我们可能在一个春选表现不好 就没有工作了 但在台湾我们因为 因为人员的关系 所以我们工作的一些 效率会比较好一点点 就是你可能没有那么几步的时候 你表现不好就会被 就会变有工作 但这两年又开始明显 所以我们还是希望说 如果还是有机会的 球员们 他们可以有更多的一些 自主观念的训练方式 可以随时去挑战自己 不要 就是对未来不要受限啊 不要把自己想象的 要把自己的未来想象的 无限可能这样 那终身带呢 挣扎的终身带呢 一样啊 一样啊 因为可能 可能我们在某件时间点 遇到一些 比较不顺利的事情 那你怎么去突破 你就是旁边的人的鼓励也很重要嘛 或者是 你找出不一样的训练 训练方法 让你自己再重新 有更多热情 投入到这个 你现在要做的事情里面 我觉得那也会产生 不一样的结果 好 那今天非常谢谢 郭永志跟我们分享一些 他的心里面一些转变 跟他的一些沉淀 就是棒球 永远不会离开他了嘛 对不对 不会啊 因为现在大家也是觉得 我是棒球选手 这样也不错嘛 不错啊 到哪里都要 都约我打棒球 如果你对 投入职棒生涯 有兴趣 你可以找他 他会跟你 好好的谈恋爱 可以聊聊天 对 但是要收费了 现在我们不做免费 好 对 要吃饭嘛 对 球员要吃饭 对 谢谢听众朋友的支持 要记得在你爱用的 Podcast平台 订阅中央社好趴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 记得给我们五星评价 如果你喜欢这一集 也可以多多来给 郭鸿志留言 跟我们互动 那想知道更多相关讯息 请追踪中央社新闻粉丝团 或下载中央社一首新闻APP 我们下周的空中小客厅 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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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